大家好,欢迎收看GoMarkets朋友解析 Go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1月25号,星期一,我是Eric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澳洲股市的表现 AXS200指数终于收盘上涨了24点 收益了6824点 涨幅0.36%,创下100日升,新高 今天的澳股没有特别抑制图锈的企业 走势不错的是IDP Education,代码 IEL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家公司熟悉又陌生 这是一家教育服务供应商,其中就包括IOS TES 他们的财务表现还是很强劲的 P值是77,美股收益到了0.264 在11月的时候就曾短暂回到了疫情前的高点 后来慢慢回落,经济有所回升 而今天IDP上涨了6.03%,价格来到了21块6毛4 之前他们每年的3月和9月都会派息 去年在疫情的影响下的9月依然派发了近两年最高的股息 0.165,让我们期待他今年3月份能拿出怎样的回报 贵金属方面,白印的价格还在25.5左右附近徘徊 黄金也在1855左右调整震荡 目前还未形成突破 比特币依旧惊险刺激 先是从32500多美元的价格冲上了33700多 现在又回到了33300左右 石油价格相对稳定 WTI原油在52块2美金每桶的价格附近波动 有小幅度的上升 不游行是类似,价格来到了55块4 本周值得关注的基本面消息还是很多的 首先是美联储将在3月举行会议 市场期待是Powell不会缩减每月1200亿美元的购债规模 否则在目前疫情还没有好转的当下 会对市场的积极性造成很大的打击 此外,美国第四季度的GDP和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 以及房屋销售数据都会在本周晚些的时候公布 财报方面,我们早新闻也提到了 本周会有许多的科技巨头发布财报 我个人比较关注苹果的状况 无数的消息在聊苹果汽车什么时候出来 什么时候量产 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财报 看看它的资金流向和企业公告 看看能否从中看到一些端倪 看看互联网企业时代的无面之王 能不能在下个时代继续延续神话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